路邊學到了很多的東西 也體會到了很多的成功路上的法 不管是怎麼樣子 我覺得都很好 只要學習其實在人生當中 我自己本人我很喜歡學習 我覺得只要是我不會 然後我覺得我想去學習 然後覺得那個東西還不錯 這我可能有幫助 我都會立刻把自己歸零 然後就向別人學習 就像我今天來 在座的各位都是我的前輩 當初那次說這是學習的開始 我很樂意來學習 所以只要是基督徒的朋友 邀請我說到哪裡又到哪裡 我覺得我去看看基督徒的朋友也挺好的 剛才我現在是 在中國大陸 現在我是體業顧問 因為我的工作的關係 所以我曾見過很多人 我認識很多人 那我做企業顧問 其實我在H&M18年的工作裡面 其中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工作 就是做精品資商 就是應該講得更白一點 有一點也不怕臉 就是我們其實學過八萬九千五這套課程的人 其實你學了一套非常獨門的功夫 當然不是說你擁有了這套課程 你就有這個能力 絕對不遲不遲 你需要花時間去 在你自己的生活 在你的事業 也可以去體驗 可是因為我相信在座的像 謝傑、芝華、David 他都是已經在SMI 很多很多年的學員 他們也是在自己的生活中 不斷的體驗 SMI 裡面講的一些觀念換道理 那其實我覺得 我們做心理資商的工作 是因為課程給我的一個基本的一些觀念 然後我去不斷的試煉 坦白講就是說 很大言之談的說 我真的不練就了一番毒心術 就是說我們有辦法 不需要請作為任何的什麼表格 或者問見或什麼東西 然後就會非常地清楚 你心裡要什麼東西 那事實上呢 換成我們的課程來講 其實就是目標設立 因為我們的招財課程 就是目標設立最重要的課程 它是包含在柳先生的裡面 目標設立的意思呢 其實非常的簡單 就是未來還沒有發生的事情 你要如何去執行它 但是它有一個最重要的一個前提就是 你必須要先釐清你的目標 所謂的釐清你的目標的意思就是說 你必須要先搞清楚你自己到底要什麼 但是我见过这么多的人,我跟这么多人谈过话 我现在做企业过了,我在企业里在大陆,他们共同就是两三千人 那我们一进去递交工资,他们立刻就会请一级主管开始一对手我们约谈 这个人到底是不是任这个工作 或者他们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要挺进来,都要经过我们建议以后他才敢用 其实对我们进去做顾问工作的企业,我的收费非常的昂贵 因为我是按照对方的总营业额来收费的,来到百分比收的 那当然要出费的价码是一定要有工资 所以我说我18年练就了赌新出的工资就是非常的厉害 就是不管他是什么人,即使是第一次见面 大概两三个钟头以内的时间,我们大概就可以招出这个人 他的种种 其实有些能力当然都是在过去18年里面练就出来的 当然是以我们的成功观念的一些特程做基础 我觉得是真的是没有来学 而且是我看到很多很多的学员 他们平常我们开会或者是学员正常的时候 他们都会不断的讲说他们学了我们的课程以后 在他的家庭里起了什么变化 或者是在他自己所重塑的工作 或者所做的企业等等,还有什么样的变化 但是我觉得 每个学员以前很多人跟我讲说我们的课程为什么要卖那么贵 然后其实这个世界上实在有太多人都想要成功 难道没有钱的人就不能帮助他成功吗? 我现在非常高兴,我已经卸任,所以无必在这个 我必须要卖什么八万九千五这样子的一个责任 因为我必须要照顾我底下的每一个人 对我来说,我现在真的是非常高兴 我甚至于可以免费的 然后我受过我的使命已经是改成要彰显上帝的荣耀 我非常愿意的话就是说 我会把我所知道的 还有我的能力呢 在用的上帝方 刚才讲的加拿国度提法 可能也 我来台湾说可能也会用的上我的 不算是才能吧 对,对的 这个说真的 我的经验 要训练一个老师会有独心素 会能够做心理执桑 我刚才讲,本来要好长好长的 我今天来怎样 那我也感谢他们一路路的 他们是追随导楼脉 不是追随我 我没有那么伟大 我只是尽量把我该做的工作做好 那我自己也是不断的 淘楼这方面而努力了 还是那些 绝对不是导光 因为也不必打 我已经说过 我已经写了 所以呢 你们可以学习看看 不过这个副学也没关系 八万九千五也蛮多钱的话 就可能那个 你们下次吧 这个 这算是那个什么 或者 给他们一个 toto session 这一个 那个video 就拿来看看 大家看看其实 是非常好 提出我自己的孩子 我自己的孩子 我也是用这个 我们的S9课程来教导他 现在我们老公圈能在加拿大 社理圈能在加拿大 我们每一次去加拿大 因为我们两个孩子都在那边 其实很好笑 就是我们两个人每一次去加拿大 其实我们很忙 所以也没有他 我今天去看他们 其实我们去的时候 我们到很多的app 就是每一次去的时候 就是拿出这一套S9课程 然后就是在教他们 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做S9的这个 这个事业 我觉得我最大的收获 其实是我两个小孩 就是说 我把他们从我做S9的事业 开始 我把所有的课程 就是一套一套的 交给他们 然后我觉得就是 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这是我可以留给他 他有一个最好的一个财产 那当然就是在 我不是基督徒的前方 就是说 在那个时候 我的心目中 我认为 一套课程是全世界最好的 那当然成了基督徒以后 我知道其实正经是更厉害的 不过因为我们的这个 创始人 是保罗迈爾 他是一个基督徒 所以在我们的课程里面 我常会引用到 这个正经理念的一些观念 所以 我也不陌生 所以我觉得 最好的东西都会说 你要成功的话 有两个方法 一个方法就是 你就自己慢慢握索 好 那在什么时候 你就成功就随便了 那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花一点钱 那按照正确的方法 你就会比较快速 我觉得我的孩子是这样子 其实我在想 因为我没有小小孩的课程 所以 其实我早就已经 那个 这个决定好了 就是我的心理 也不要从 这个小小孩的课程 才去写 说真的 我的姐姐 什么兄弟姐妹那些 她们的小朋友 只要一出生的话 我就立刻送一号 那个小孩子做课程 过去 叫她们就是要学 所以我觉得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我们 陈世家族 也有一些姿态 所以 我们 终于姐妹都会有一个 使命感 也希望能够 成立一个 成立一个 成立基金会 然后来做一些 对这个社会做一些工作 其实我觉得 极对人要成功 只要你的 观念和想法是正确的话 假意食物都会成功 最糟糕的是 可能自己以为自己都是对的 然后 然后 每天都做一样自己 就像 就像去杯水 从这个茶杯 倒到另外一个茶杯 然后明天又从那个茶杯 再倒过来 再倒过来 再倒过去 其实你的一分子 都是在做一样的日子 你自己也不知道